为期三天的博物馆及地方文化馆人才培训课程10号是最后一天 学员学习到如何以思考工具发掘在地的亮点 并且具体完成了社区营运企划 社区协会理事长感谢文化局开的课程 也培养地方民众创新能力推动文化知识的创新保存 地方文化馆与社区活化在地文化的保存与经济的连结 为期三天的博物馆以及地方文化馆人才培训课程 讲师运用现代网络媒体的特性 让参加的学员走访社区找出亮点 培养馆员的系统性思考 推动文化知识的创新与保存 台北有一个台南有一个台中有一个到处都是彩繪存 有没有花莲就是随便打开也会有什么彩繪存 你现在想想看 当已经变成一种复制型的的时候 它就叫做 它就不叫做亮点啦 对吧 所以呢 这边要重新打破思考 这边如果是一个考 你看这边现在的县指是 就是这里是一个做考古 博物馆这样的一个模式 还有周边的社区 这个社区到底有什么让你觉得 你们昨天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我想要搭货给我一点回馈 特别感谢我们花莲县文化局 在我们考古文化馆所举办的这个地方人才培育的一个种子教育的一个活动 因为这次的这个受课的一个内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深度 那也借由帮助他们社区的伙伴 透过网路也能够行销整个封山社区 整个寿风箱 那也能够让寿风箱所有重要的景点 那跟我们考古文化馆来做结合 那也期盼我们文化局能够持续来办理相关的活动 那持续来推动这个重要的一个任务 透过丰富的课程内容 学习创新思维、市场定位、品牌策略等关键的概念 社区协会理事长也期盼 明年能够持续的与文化局共同再次举办 提升在地居民对文化价值的创造性 文化局结合也感谢品阳议员帮忙 让社区能够有这个机会跟文化局结合 跟在我们考古文化馆这边 举办这个进去文化的活动 也希望说明年能够继续有这样的活动 让这边我们宫山的民众能够有机会 认识这进去网路方面的知识 检视地方产业的构想思考 探索地方的特色、在地特色与市场的定位等课程 社区居民感谢文化局提供的课程 让居民学习到运筹帷幄的行销策略 模拟创新创业、走入社群行销等 让参与的学员在自身的职场之外 尝试多元的管设经营以及行销的知识 记者凌杰、收封箱、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